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最愛講汽車硬姿勢的Dr.Eve 今天我們試駕車是Lexus全新大改款NS350 因為今天是公辦試車的關係 以往像公辦試車這種作業時間比較壓縮的關係 我多半都不會把它開去頂起來 而去實際跟大家講解 它開起來的感覺的這樣子操作方式 只不過這次NKS350的引擎的科技實在是太強大 而且它底盤也換上TNGA的GAK的平台 所以我怎樣都要想辦法把它開去頂起來 好好研究一番 所以我就來到台中好朋友美亞明 他所開的勇德車業 來跟他商界頂高技能來進行詳細解說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關於他的操駕性能的樂趣的話 你可以去看跟我同車的統哥 他有相當深入的詳細解說 這次NKS350 它引擎搭載的只是一顆2.4升烏輪增壓引擎 它具有279匹的最大馬力 扭力也有43.8公斤的輸出 以照面數據來說 已經算是相當不錯了 而在講解它引擎科技之前 我先跟大家解說一下關於這顆引擎一些特性 首先這顆引擎的代號是T24FTS 說到這裡跟大家科普一些 關於Lexus或Toyota引擎的小知識 你看他們的引擎後面代碼是FTS 中間的T就是TurboEase 如果是FKS的話就代表它是自然進氣 如果是FXS的話代表它是油電混合引擎 而這顆引擎它其實是採用 4架Dynamic Force 2.5升自然進氣 這個引擎縮小衝成而來 鋼筋的影像是維持87.5的規格 它的衝成則從103.4 則縮減到9.5mm的水準 所以排氣量從2.5縮成2.4 這壓縮比也從原本自然進氣的13比1 而因為渦輪增壓關係而下降到11.1的水準 NS350引擎科技重點1 引擎結構介紹 首先這輛引擎的下半座部分 它是採用全鋁合金打造而成 而且是採用開放式水道設計 所以它散熱性的表現自然相當出色 而且它的鋼壁也植入鋼鐵材質的鋼套 而且上面還附有很複雜的膛線 為了能夠留存更多的肌肉 提供更好的潤滑性 至於裡面的機件表現 首先它的活塞是採用輕合金的材質 所以它可以降低一定的運作慣性 而且它的活塞環和活塞群 都具有耐磨塗層處理 可以減少一些運作時的阻抗性 至於跟它連接的連桿 是採用高強度的鍛造材質 曲軸方面它在曲軸頸的部位 也施以耐磨塗層處理 所以讓它運轉起來順暢度可以更好 而且另外我們都知道 活塞運作的方式並非是直來直往 而是以有一定程度的偏移 所以它曲軸位置特別偏移了10mm的水準 為了就是讓它的運作時候 可以更為順暢 減少活塞 施加上氣缸壁的力量 減少它的磨損的情形表現 至於鋼頭結構部分 首先它特別針對鋼頭的冷卻管路 進行優化 我們都知道現在的引擎工作溫度相當的高 而且引擎產生的動能的地方 就是在上座燃燒室 所以它特別設計水道來降低工作溫度 而且它因為是屬於Dynamic Force引擎的一組關係 所以它是進氣道跟排氣道都特別進行規劃 它進氣道的造型特別去設計 所以可以讓它在進氣時候 空氣進來的速度可以更快 而且可以更好跟燃油產生混合 達到更好的混合效果 自然動力表現就會比較出色了 而且它在氣門的設計 也採用納的來進行充填 這樣子也可以減少因為高溫而產生的頻變 另外像TOYOTA一貫採用的VVTI 有變氣門證實的技術 它近排汽車都採用這樣設計 而且它進氣端還是要採用電子控制 所以作動可以更為精確 不過這引擎跟原本2.0T 8AR FTS有點不同 因為原本8AR FTS它具有可以模擬阿晶生循環的功能 不過這顆引擎則沒有這樣的功能設計 它只是純粹使用奧圖循環來壓榨引擎動力 NS350引擎科技重點二 它採用雙渦流的渦輪結構 我們都知道現今很多車廠 它是採用雙渦流的渦輪 主要是因為四缸引擎點火的關係 雖然它將一缸跟第三缸是採用一根管路 第二缸跟第四缸是採用另外一組管路 利用排氣分流的概念來依序吹向渦輪機 讓渦輪的作動反應可以更快更好 另外作為降低渦輪經濟溫度的Intercooler 它也遵循先前8AR FTS的水冷式 而這根渦輪其實是出自於自家豐田集團的豐田自動織機 說到這裡跟大家科普一個小知識 其實豐田自動織機照面來看 它好像是製造紡織機的 其實這樣想一點都沒有錯 因為Toyota原本一開始就製造紡織機起家 後來才轉型繼續做這種汽車的製造業 而豐田自動織機不僅製造紡織機 而且像是可以搬運貨物的插車 它也有製造而且規模還相當大 另外對於汽車一些零配件的結構 它也生產像是一些無輪機 壓縮機、鋼體結構 甚至DC、DC、DC、AC 變壓器、逆變器它都有製造 所以它算是豐田集團下面相當大的零件製造商 NS350引擎科技重點3 它採用D4S雙噴射的公有形式 其實Toyota是目前少數還堅持 缸外、缸內這種雙噴射形式的車廠 其實在先前86推出問世的時候 它是採用這種鋼外四肢、鋼內四肢的雙噴射形式 而在上一代8AR FTS的2.0升渦輪引擎的時候 也是採用這樣的設計 而這次T24A的引擎 當然也是採用D4S的公有形式 它作動方式有三種 第一種你在人啟動的時候 它是採用氣管噴射 至於在低中速域的時候 它是以鋼外為主、鋼內為主的噴射形式 而在高速磁程的時候 它是以純粹的鋼內進行噴射 給予足夠的工油量 讓你的性能得以發揮 而且它的工油結構來說 它的鋼外的朋友嘴是十孔設計 鋼內則會有六孔 藉由更多的孔數來達到更好的物化效果 而且它的鋼內磁噴的壓力也達到300bar的水準 所以勢必能夠讓工油的表現可以發揮到更棒的程度 好我們現在已經把NS350給頂起來了 在講解它底盤懸吊結構之前 我先跟大家解說一下 這次NS大改款主要是換上家族最新的TNGA GAK的平台架構 這個平台架構最大的特色是前麥花城 後原廠宣稱的雙A倍懸吊結構的設計 而且它車身用上更大筆熱成型鋼 所以讓車身鋼性可以變得更好更出色 另外也是因為採用這具新底盤的關係 因此它車身軸距始碼多是30mm 前面輪距也寬了25mm 後面輪距則寬了45mm 因此讓車身格局更為放大 而且操控能力自然也更為提升 好我們現在視線往上面看過去 你可以看到右手邊這一大塊金屬結構 就是它2.4T的引擎油底盒 體積還真的蠻大的 左邊看它連接自然就是它採用最新的8速自排電速箱 而且我們視線往後面移動一點點 你可以看到電速箱後面跟傳動手間 還有類似電子差速器的結構 它可以針對你的輪轉速轉向速度等等的參數 去調整裡面離合器的壓緊力道 來即時分配你左輪或右輪的驅動力 這個東西就很像是VH集團的XD S Plus的功能 讓你轉向性能可以更為出色 好我們視線再往旁邊看過去 你可以看到它的副車架體積是相當龐大 算是一個巨大的口字型 而且粗度其實也沒做出太多的變化 所以這樣鋼性表現自然會很好 至於再往前線延伸 你會發現前面這些冷排 甚至與保桿結合的地方的鋼良結構 它是採用鋁合金的材質的結構設計 所以可以適當降低一些重量 而且在鋁合金負車架往後面看一點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個就是Body Damper 它們一個算是一個制震器 它的功能有點像是拉幹 可是它卻沒有像拉幹那麼死硬 它可以吸收一定的震動 所以當你在操控的時候 它還可以提供前面一些鋼性表現 重點是它可以犧牲一些車體 一些擾動震動讓你的操控穩定性 可以更為提升 好 現在再往旁邊看過去 你可以看到它前面麥花層結構 下面的支臂的三角架 它自然是採用雙片鋼材的充壓製程 在鼻子焊接起來 而且還有一些孔洞的結構設計 所以自然可以減低一些重量 那既然說要減低重量 那不得不說它的仰角也是一樣 採用鋁合金材質的設計 所以在這種黃下荷重減低 自然讓你的操控表現可以更為出色 好 我們現在在NS350的後面懸吊結構部分 在講解它之前 我先來講解一下 它一些底盤平整化的做一些事情 首先把它頂起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底盤平整化的護板 其實會做兩種形式 第一種就是這種硬塑料飾板 另外一種是這種纖維材質飾板 在最前面一開始的硬塑料飾板 其實上面還有很多孔洞的設計 為什麼要做設計呢 它概念有點像是高爾夫球上面的孔洞概念 可以讓你在行駛之後 提供很不錯的破風表現 讓你的底盤亂流可以因此受到抑制 再者後面所跟它連結的 這種纖維材質的飾板 自然就是可以減低一些運作聲響 甚至一些飛沙走時的抑制聲響的表現 而這樣的表現一樣延伸到左右後面兩側的設計 所以排卷的上方則設有 金屬隔熱板的這樣設計 這驅動後輪驅動力的傳動軸 則引在它上面的設計 至於他們後面懸吊結構部分 自然是採用四連桿的結構設計 我們來數一下有幾隻喔 下面支壁一隻 上面空支壁一隻 下面還有一隻空支壁 叫它牛腿一共是四隻的結構設計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下面支壁 即便它尺寸做的有點大 可是它有一些孔洞 可以降低一些重量 再者你可以發現 它不管是避震器的桶身 防晴桿支壁等等的東西都放在裡面 有效利用支壁的空間 再者你發現 它的圈黃分離的避震器形式 避震器比較前面 它們比較後面 這樣子是讓後面的動態 可以更為溫和一點 不要那麼有積極衝擊的感受 再者你發現 與這些支壁連接的兩角 自然採用氫氧化的鋁合金的設計 可以適當降機一些黃下合裝 另外也因為NX350 它是屬於F-Sport運動版本的關係 所以它一樣配置有電子避震器 它主要控制是控制避震器的閥門開度的大小 來營造不同的流速 來給予你硬或軟的行車的質感 我們現在回到中間 你可以看到頭上這大型的鋼鐵結構 就是它的副車架的結構設計 尺寸自然是相當的縮大 提供不錯的鋼琴表現 至於中間它的差速器 你會發現上面有一組電線 它就是可以讓動力從前面傳動轉過來之後 它可以進行驅動力的調整 調整裡面離合器壓緊力道 來分配千多後少或前後一樣多的驅動比例 同時它可以利用夾煞車的方式 不僅可以給予前後的驅動力改變 同時它也針對四輪的驅動力進行微調的調整 以上就是NS350的底盤圈膠結構解說 針對以上我們針對這次 LEXUS大改款NS350 它的2.4升污輪增壓引擎 以及它所採用的TNGA GAK的底盤圈膠結構 以及用料設計的探討之下 我相信大家可以深深的了解到 這部全新大改款NS350 不論是引擎科技 以及點盤用料設計 表現已經相當厲害 就我先前頂底盤的認知來說 它不僅已經追平現今目前的1A2B的車款 甚至還有一些表現還超越它們 所以讓人覺得 TOYOTA甚至LEXUS集團 對於現今車輛科技研發的腳步 只是相當的快而且相當的厲害 而最後也跟大家說聲抱歉 因為這次公辦試駕的時間相當的壓縮 我們實在沒有時間把它好好開去 去試駕體驗它的動力 以及操控的表現 而接下來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再來會把它借出來 進行深度的試駕 最後也請大家能夠把我們 Dr.Leaf Factory硬核車美的Youtube FB IG這些頻道都可以訂閱追蹤起來 有你們的訂閱追蹤 以及按讚分享 就是對我們頻道最大的鼓勵支持 我是Dr.Leaf 我們下支影片見